江泽民自从在11月8号的十八大上露面后 中共媒体对江极少再有报道 日前由海外中文媒体爆出 17号在江泽民离开北京时 几乎没有高级别的中共官员送行 连江泽民的前首席智囊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 也下令各大媒体 以后不得报道江泽民的动向 并要求将来如果实在需要老同志出面的场合 由中共前总理朱镕基代表 博讯网18号报道 江泽民离京时 邀请部分带有江派色彩的人士道别 没想到人走茶凉 现任常委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张高丽等人都没有出现 就连曾经为江泽民起草三个代表的王沪宁也不给面子 没有光临 最后只有江的死党 中共中央军委贾廷安前来送别 报道还说 早在十八大前几天 江泽民在北京中央军委大楼内的最后办事处已经关闭 十八大只不过是给江的最后一次公开路面机会 江泽民肯定是人走茶凉的 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持续了13年 实际上现在 大家体制内的人也都是看清楚了 这个迫害 他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了 在这个时候 任何政治局听的这些常委了都不愿意去公开表态他和江泽民的关系 一旦灾上以后 可能被媒体炒作 下面的日子可能都不好过 甚至就是臭名远扬 时事评论员任百明认为 贾廷安是江泽民的铁杆心腹 也没什么仕途可言 处于养老状态 所以才会去送江泽民 而其他一些所谓有江派背景的人马 即使曾经在仕途上受到江泽民的提拔和重用 在关键时刻都不会真的替江卖命 而时事评论员夏小强指出 这也再度证实江对十八大已经丧失影响力 江泽民离京没有像样的高官送行 再度证实了江泽民对十八大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胡锦涛十年的执政 在十八大之前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这次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只是一个表象 最后一刻胡锦涛全退 废掉了中共老人干政的这种潜规则 他的意图是想把大权交给习近平 另外十五号下午 中共新老常委们会见了参加大会的数千代表 独缺江泽民 报道说 王沪宁已经通知各大媒体 以后不得报道江泽民的动向 将来实在需要老同志出面的场合 由朱镕基代表 十八号清华大学的内部刊物 还报道了朱镕基出席金管学院董事会会议 王岐山、周小川、清华书记校长等人出席捧场 朱镕基是清华金管学院的名誉主席 他在远华案中和江泽民是死对头 原加州大学访问学者曾大军认为 这种情况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件好事 如果有什么人比方说真的相信这帮高官啊 江泽民的什么三个代表是如何如何 他们看到这一幕多少有些人他会惊醒的 原来这些所谓的拥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人 也是为了权也是在这说假话 一旦这个人他行将就木了 他就抛弃这个人重新找新的组织 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 16号主持召开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首次会议 在公报中不但只字不提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 反而对胡锦涛不吝义美之词 公开赞扬形成鲜明对比 人摆明分析 中共目前不仅是江系 包括邓家、叶家以及李鹏家族都在试图干预政局 因此他们都有可能逐渐取代江泽民的势力 请不吝点赞扬订阅